真的要特别的注意 本土的疫情现在呢 在发烧 指挥中心在今天公布了 国内新增的是34例的本土个案 昨天是83例本土个案 而今天的这34例的本土个案当中 其中有12例就是基隆小吃店的群聚相关 而且呢11例是桃源大潭电厂群聚 包含了台东的群聚 还有新北科技厂以及高雄化工厂 统统都有新增的案例哦 先带您来关心 不过先来关心来看今天这一回的 尤其要注意的是在基隆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基隆其实群聚又再增了12人 累计已经39人染疫 其中包含了谁呢 包含了警局的会计 包含了银河小吃店的员工 包含了顾客 确诊顾客当中还有一个人 是海洋大学的老师 可以看出来这波的传播链 其实传得非常的快 而且这个圈层是已经在扩大当中了 学校现在因此也有学生确诊 先一起来关心 我们总计筛检了4234人 筛检的一个结果有9个人确诊 其中包括警察的部分有新增两例 他们是警察局的会计人员 那在24号呢 他们也有参加警察局的表扬参会 那他们的坐的一个位置 是在这个之前确诊案例的 这个小队长的隔壁桌 那另外呢 二性中学的话是有新增六个学生确诊 其中按22846的同班同学有三例 另外呢还有另外一个班级 是一年级的学生有三例 所以二性中学的学生累计到现在是有九例确诊 那分数三个班级 此外还有一个案例呢 是有到银河小吃店去消费的民众 那他是在昨天呢 自己到我们的筛检站来主动裁检 然后是确诊 这个有另外一个银河小吃店的一个消费的民众 此外呢今天有一例是海大的一个学生 是海大的学生 那这个海大的学生是在昨天晚上 他主动进县来筛检 那之后确诊 那这是一名二十多岁的一个女性 那他致数是因为住在台北的海大教授确诊 那这个教授有通知 他的这个接触者 他确诊的一个消息 所以他主动的到银河小吃店去消费 那据我们了解 因为这个海大的老师呢 的教授 他是跟他太太 有到这个银河小吃店去消费 那因为都是住在台北 那所以我们在 刚刚会议也这个决定 我们要进入海大 去设置前进的这个筛检站 好 记得帮助者持续转到我们的子平来应援 中天新闻的子平 另外呢同时来继续来关注的是 基隆群聚库寄了国立台湾海洋大学 而刚提到其中确诊的老师案23022 他就是居住在北市万华区 而且他的太太还有两个小孩 都在台北市工作跟就学 23022 他是万华区的一名四十多岁的男性 那这个案子他是有感染源的 应该是基隆市的本土案例 23023的接触者 那看到这个图说 看起来很复杂 其实这里面的图 只有台北市只有这么一例 他3月23号出现了喉咙痛的症状 3月27号快篩阳性 3月28号PCR确诊 CT值15 他现在目前为止 同住家人 有一位在中山区的某个学校任职 另外他的子女 在万华区的某个国小 还有幼儿园来就学 所以目前我们已经通知 学校教职员员工跟学生 有做加强自我监测 那这个案例 目前都在做相关的疫调 那现在是匡列了7个人的居家隔离 那目前还在持续疫调当中 基隆市长林又昌接触的染疫的原警 目前正在居家隔离当中 而他商道也在脸书公布了 依照规定做了第二次的PCR 目前结果是阴性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 可是区隔从3天延长到10天 也被网友申报 让帮忙护航的人大傻眼 在党立文也说身为市长 不应该要双标 就是绿能你不能 为什么这样讲 身为一个县市首长 林又昌市长在第一时间 发现有这个确诊案例 就是说要自主隔离3天 但是不到一天疫情爆发之后 又来去做政策法轢完改变成10天 那疫情指挥中心 不管说是庄仁祥还是我们的陈部长 都做相关的这个解释 可是我们大家也是听得一头雾水 我想现在疫情再起的期间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在一年前的这个时候 是准备要进入本土疫情 这个大破口的一个状况 包括3加11的会议记录 到现在也还没有结论 相关的防疫跟这个政策的指引 其实都没有讲清楚说明白 政策的宣导也不到位 那从这一次我们这个林市长的自主隔离 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相关的政策可以说是一变再变 那我们真的还是呼吁执政党 一定还是要痛定失痛 要记取去年的一个教训 尤其现在这个COVID-19 已经将近两年的时间了 其实民间大家也出现到 防疫疲乏的一个状态 尤其这个疫苗的覆盖率 提升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其实大家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 要用更高的标准 所以政府应该现在要用 更明确的指引 更明确的宣传 更一致的统一的标准 而不是绿能 你不能造成大家的防疫的一个混乱 针对防疫应该要审慎 然后以最高的标准来要求 那么我想林友昌身为金融市长 防疫更不应该有双重的标准 而且也不要有这种便宜形式的心态 那么针对现在疫情的爆发 那么我想这个中央疾病管制中心 也应该要落实各项防疫的准则 不管是实名制 不管是各种公共场合 政治人物应有的一个规范 那我们政治人物也都应该要以身作则 然后以最严格的标准来做要求 当然这个是对他这样的批评是不公平的 防疫实现就是按照科学的来做事情 那一开始给他鞠隔三天 其实是稍微的紧 稍微紧 那时候并没有证据 跟我们的亲密接触者的条件并不合 所以是稍微紧 那后来就是因为有比较多的人 在那个场域里面 先后的顺序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分清楚 所以我们才会 他也要求要鞠隔十天 那我们也同意来鞠隔十天 所以没有因人设施了